有幾個學生拿著另外一個學生畫的畫來讓我看 寫中國人的都忘記寫了 那你能寫日本人?手伸出來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不出兩個禮拜 在中國又發生了一起亂S外國人的事件了 6月中旬,在東北的吉林 有4名美國教師被亂S對吧 我們叫做北山公園事件 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吧 那在昨天24號下午的蘇州 一對日本母子在等著日本學校的日本校車 接送他們的哥哥或是姐姐到站 結果就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小粉紅啊 上前亂S了這個日本母子 那這個小孩還是學齡前的,年紀非常的小 還好最後送醫並無大礙 但是這邊必須得誇獎一下 有一名中國女乘務員勇敢的站出來 徒手徒手制服了這個歹徒 雖然這名女乘務員也被誤傷了 但是啊,這種是因為必須值得讚揚 而在我做這條影片的時候 中共官方並沒有通報 這個歹徒的動機是什麼啊 可能我做這條影片之後才會公佈吧 不曉得,但目前是沒有的 我是覺得蠻誇張的 就是在台灣啦 這種事情如果現場就抓到嫌犯的話 不出幾個小時內一定馬上給動機 但是在中國要等他們想好輿論要怎麼走 才能給出這個動機 想好這個劇本該怎麼編 北山公園事件也是這樣啊,對吧 中共出來說這件事情我們很遺憾 但這個是單獨個案 不是針對外國人 針不針對外國人 這不是核心的價值 這不是核心的問題 現在中國的問題是 經濟下行 通縮造成失業率 造成爛尾樓等等等等 而讓這些人利器越來越重 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不是說偶要派一堆人去守僑 因為好多人在跳S對吧 而是你要如何的不跟西方作對 你要如何的讓中國走向一個民主正常的國家 你就不會有這些經濟的問題 而導致更多的這種利器 你們知道前幾天還有一條搞笑的影片嗎? 我剛剛不是提到了 中共花大錢 請好多人去特定的橋上面 守住 叫做守僑員嘛 因為怕人家因為經濟的問題而去跳S 結果呢 前幾天有一個守僑員 他自己被騙薪了 那是誰拼他來當守僑員 不是中國政府嗎? 所以他搞到他自己也想去跳S 結果被新來的守僑員給阻止 鬆開你的手吧身上 更噁心的是微博上面那些粉紅的留言 我這裡就不想放太噁心了 你們繼續微博上找應該都找得到 什麼這個中國男子是咱們的民族英雄啊 謝謝你做了我想做但不敢做的事情 抗日英雄在世希望法官要侵判我們這位抗日英雄啊 那最近還有一條影片惹出了爭議 就是中國偏鄉地區的一名老師啊 打了一名小學生 那至於是什麼原因要打他呢? 因為他在美術課的時候 寫了我愛日本人 而這個老師就打了他 還把他的圖畫給撕掉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有幾個學生拿著另外一個學生畫的畫 來讓我看 說老師你看他畫的什麼 這是英年級剛上完美術課 我剛剛怎麼寫的 對這才對嘛 是你畫的嗎 你跟我說你為什麼要寫他 為什麼要寫這幾個字 寫中國人的時候忘記寫了 那你能寫日本人 手伸出來 我告訴你 你是中國人 你要記著 聽見沒有 什麼老師都可以原諒你們 什麼錯誤都可以犯 但是這種錯誤絕對不能犯 你們都聽見了嗎 我的臉把它撕掉 直接撕 扔到垃圾桶去 誰再敢寫這樣的話 我直接就讓你回家 聽見沒有 這個學校不要你 不要你這樣的學生 剛才我真的很生氣 我打了這個學生 老子打學生不好 但是有些是這樣 我覺得必須要嚴厲的教育他 雖然說是我們現在當下社會不可能去報仇 或者去幹什麼 這是現代社會不允許 但是國仇加恨 我們必須要銘記在心裡 問一下你們六四銘記在心的嗎 我相信這個時候一定也有一些台灣人會舉一些不倫不類的例子說 你看在台灣說我是中國人一樣會被沿上啊 但是他有被打嗎 他有被當眾撕掉他寫的東西嗎 沒有 這些人繼續在用台灣的福利繼續說著他小說的話 不是嗎 這不就是言論自由嗎 他有因為這樣被打嗎 你跟我說有嗎 而且你要記得這裡面寫的例子是我愛日本人 而不是說我是日本人 那你在台灣你連在台灣寫我是中國人你都沒事啊 照樣繼續在拍抖音 照樣繼續在小紅書 照樣繼續在YouTube說我是中國台灣人 沒事的 當然你會引來我們的批判 但你可以繼續賺錢 你可以繼續的跟他的下場是不一樣了 沒有錯吧 所以不要再舉這種不倫不類的例子來打臉自己了好嗎 我再問一下 請問這種教育在中國還少見嗎 我相信你們大家心照不宣啦 國仇家恨其實都可以被炒作的 我簡單舉個例子 去年不是一堆粉紅跑去大英博物館拍攝嗎 說你看大英博物館裡面都是西方的列強 搶奪咱們中國的財寶 搶奪咱們中國的寶物對吧 雖然很多歷史學家 包含自己的中國考古學家都證實了嘛 好多都是中國我們自己捐過去啦 那不然就是西方的民間賣給 或是捐給大英博物館 那更多的是清末的皇帝溥儀啊 跟他的一些臣子啊 還有太監啊 把公眾的寶物變賣 換錢 因為他們需要白花花的大洋 那公眾的寶物你又不能直接抵給民間 他們付不起 所以你抵押給了銀行 那後來啊 大清復國無望 銀行看完蛋了 你們沒有錢把這些寶物贖回 但是我銀行需要錢啊 我要寶物幹什麼呢 我要把這些寶物抵押給外國 抵押給其他的企業家 抵押給國外的收藏家 那那些收藏家用錢去換來的 然後後來他們可能會賣給大英博物館 或是捐給大英博物館 更多的寶物是這樣來的 但是小粉紅視而不見 而還有一個更扎心的 你們知道在俄羅斯還有一間博物館 叫做東宮博物館 是1764年由沙皇建成的 而這個博物館裡面 85%以上通通都是中國的古代文物 什麼吐蕃的啊 東突厥的啊 敦煌的啊 東北黑龍江附近的啊 最早還有到十世紀 九世紀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我現在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沉重 一走進這個館就有一種熱淚盈眶的感覺 我現在在俄國東宮博物館 中國館的敦煌展區 俄藏敦煌精品的數量之多 價值之高 與倫敦巴黎的敦煌文物藏品相比 也毫不遜色 這個概念跑到俄國去就變成 謝謝俄國保存咱們中國古代的文化 謝謝你們讓全世界在俄國看到中國之美 這個邏輯帶到大英就是 啊這都是錢來的啦 大英要賠我錢啊 所以我說為什麼國仇家庵是可以被炒作的 你們知道火燒圓明園之後 大清的百姓跟著去搶 而且連石頭都去搶 因為大清蓋的圓明園那個石頭等級 弄得很好啊很漂亮啊 你這個石頭砌回去可以拿去變賣啊 而當時火燒圓明園燒的是政府是皇家的象徵 而不是平民的 所以平民跟著一起去搶 因為那是皇族的不是一幫百姓的 所以你為什麼要把自己跟皇族畫上等號呢 你什麼都不是啊 講難聽一點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一直以來受到的教育是什麼呢 誰打贏我 我就暫時是你的孫子 你就暫時是我的爸爸 等到下一個外來政權或是外來民主統治我的時候呢 那他又暫時變成我的爸爸 而過去殖民我統治我的那個人變成我的孫子 我變成他爸爸 過去統治我的那個人就會變成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現在統治我的人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是不是很難理解 沒關係 我再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舉例 當小粉紅看到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時候啊 激動萬分 感慨萬千 看到邪與淚的萬里長城啊 但卻忽略了這可能是自己所謂六國的祖先啊 被奴役換來的成果 可能還在蓋城牆的過程中勞累而死 等到楚漢聯軍搬倒秦二世 劉邦入主觀中後續搬倒項羽建立的大漢 你又覺得此時身為漢人是非常的驕傲 我已經不是情人了 我是漢人 驕傲的漢族 後來大唐統治中原自詩天可漢的時候呢 你又覺得你是唐人啊 大唐子民啊 我才不是啥漢人呢 但是那個時候大唐皇室對外打著 我是漢人的皇帝 有點像我是羅馬人的皇帝一樣 只是一個口號 但是大唐皇室內部實行的是官外民族的傳統 比如說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漢人有亂倫嗎 沒有嘛 只有官外的民族那個時候有所謂的亂倫 而且是常態他們覺得很正常 卻不知道這個是犧牲了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左右的人換來的大唐盛世 後來女真金人南下滅北宋之時啊 你又覺得身為一個金人好驕傲啊 騎馬射天下啊 我是一個驕傲的金人 現在僅存的南宋 就是搞分裂的獨立分子 江山一統非金國莫屬 後來蒙古帝國橫掃歐亞 雖然沒有比國民黨的翁曉林厲害啦 一個人單挑48個國家 但這個戰功相較起來也是綽綽有餘嘛 蒙古最後建立了四大漢國 南下滅宋滅大禮國 階級劃分為四等人 此時的漢人是最底層的三層或是四層人 此時你又覺得身為蒙古帝國人好驕傲 我是猛員的人耶 我們還有其他三個漢國呢 我們的版圖啊 哇到匈牙裡全都是咱們的 我非常驕傲 等到這個朱元璋起義 把猛員啊 趕到北方草原的時候 你又覺得 哎 中原啊 終於又變成我漢族人的天下了 瓦剌蒙古都是我漢族的死敵 後來清軍入關 揚州十日加定三圖 死可法 戰死沙場 你覺得哇 為國捐軀英勇報國 是漢族的驕傲啊 但是南京城破之後 你又替法下跪 啊 我是滿清國人啊 還幫忙帶路去打南民 但聽到鄭成功打跑荷蘭人之後又覺得 哇 鄭成功是收復台灣的民族英雄啊 施朗是一個叛徒 與政軍在澎湖開打了海戰 是個妥妥的漢奸 是滿清的走狗 哦後來啊 大清成功統治台灣之後 你又說 施朗啊 是收復台灣的工程 是把台灣納入大清版圖的最大工程之一啊 時間一直來到清中夜後期啊 鴉片戰爭 英法聯軍 甲武戰爭 八國聯軍 等等等等 哎 我們要搞一個義和團 撫清滅羊 我是驕傲的大清國人啊 每次換了一個國家 換了一個新民族統治你之後呢 你們總是在這種人格分裂中 無限的輪迴 你到底是誰啊 昨天韓國電磁場發生了大火 S了20多個人 此時的粉紅啊 看到新聞啊 各個刷留言刷愛心啊 哎 S多一點吧 一是韓國的對吧 那必須是三星的 後來報導證實啊 這20多個人在韓國S的 有16個是中國籍從東北來打工的人 此時的小粉紅又變成 哎 我們啊 要為國人同胞 默哀啊 你前一秒說什麼 你後一秒又說什麼呢 其實也不能怪粉紅啊 因為連他們的央視 也是這樣報導的 我們來看央視如何在一個月之內 人格分裂的吼 來5月24號 CCTV央視發出了 演習史無前例 登島一步之遙 演習的力度前所未見 解放軍強勢出擊 展現了怎樣的決心 這個是在說 5月24號軍演要收復對台灣 對吧 我們離登陸台灣 剩一步之遙 非常的近哦 我們來看一下前天 6月23號 央視又發出了同樣的報導 但是標題改囉 右遍大陸攻台 美國射新陷阱 美國正在右遍大陸對台灣開戰 破壞兩岸和平 延遲大陸發展 你上個月在軍事演習說 我們距離收復台灣 剩一步了 這個又變成是美國要 右遍咱們中國解放軍去打台灣 OK 你把軍事國防廢除掉 這樣美國怎麼右倒 你都不會打了 真的是一個羅刹谷 如果我從小生活在這個環境 我估計也分裂了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小心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Buzzle 下次見了 掰